主动脉是人体中最大的血管 主动脉瘤又被称为体内的不定时炸弹 平常看起来都没有症状 那其实单纯就是一个血管 然后因为长期的高血压 某一些因素让这个血管越来越膨大 所以外观上看起来像一个流体 但是其实它里面是有血液在流通的 不过主动脉瘤一旦破裂 就会造成打出血 甚至引发休克 为什么会称作不定时炸弹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当它大到一个程度 它破裂的机会就很高 那在某一些状况下忽然像说我高血压 血压高起来 或者是在某一些状况下 它忽然爆破了 那当然你可以想 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血管破掉了 就会大出血 那这时候病人就会休克 那当就要赶快紧急送医 苏大为医师表示 主动脉瘤通常没有症状 都是进行电脑断层或健康检查时 无意间发现居多 不过幸好近年来 预防医学推广和健康意识的抬头 让越来越多人主动接受检查 不管是国外或者是台湾的这些统计起来 大概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统计起来还是男性居多 男性大概是女性的发生率是大概三倍左右 大概高达九成以上的这些病人 都有长期抽烟的一个病史 也就是他长期抽烟造成这个血管的一个病变 那再加上说如果说他长期有高血压 没有控制好 或者是他血脂肪比较高 那当然这个产生动脉瘤的机会就会比较高 苏大为医师比喻 主动脉瘤就像是吹气球 当血管长期承受高压 就会越变越大 如果血管壁因为高血脂产生硬化 轴壮动脉硬化或钙化 就会比较脆弱 主动脉瘤也会随时间长大 我们以前传统的方式 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个破裂的血管 把它做修补 那在大概二十几年前 那时候还没有这种微创治疗的方式 其实大部分都是用传统把我们的肚子打开 然后找到那个破裂的血管 然后做一个重建 由于主动脉瘤是血管扩张的病变 标准的支架手术 单靠支架和血管壁的贴合 术后还是会有支架移位的风险 造成血液内漏及血管破裂 因此使用毛钉将血管及指甲固定 是近年支架手术的新发展 那万一如果这支架跑掉了 那破掉的机会就有了 所以这几年来有这种毛钉 它其实很好有的一个作用 就是把这个支架跟这个血管把它钉在一起 它就不会有移动 也减少这个血液从旁边渗出来的风险 不过苏大为医师也提醒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进行 微创主动脉支架手术 如果说治疗的成效不一定那么好的话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能够来做传统的一个手术 在准备好的一个状况下来完成 所以在我们的外科 血管外科的医师的心里面 其实微创永远跟传统开刀都是摆在一起的 有一些病人他像他装完支架以后 他假设效果不好 或者是他产生感染 我们还是得回到传统的一个方式 把肚子打开 但是这样的在这个状况下 至少有一层支架保护者 不会大出血 减少这个出血的一个机会 当医师评估后 如果患者不适合进行 微创主动脉支架手术 就会进行传统手术 另外苏大为医师也建议 如果手术后容易产生病发症的患者 则强烈建议使用固定毛顶术式 苏大为医师团队使用毛钉的经验丰富 回想院内第一位使用血管锚钉的病患将近80岁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他印象深刻 那他的动脉瘤很特别就是 他那个结构上 这个指甲要放上去的稳固度不稳 因为他那个固定的地方太短了 那随时这样做都有可能会失败 那这个病人刚好在那时候 我们有帮他用这个钉子上去 所以这个病人即使在这么短固定不好的地方 有钉子钉好以后 他可以这样子就完成这个手术 而且非常的成功 虽然微创主动脉支架手术风险低 伤口小回复期也比较短 不过苏大为医师也提醒 手术后患者还是得改善生活心态 维持均衡饮食戒烟并养成运动习惯 我们装完支架 不管是有没有钉这些钉子 还是回到常规的做法 我们在术后一个礼拜 然后一个月 然后三个月会定期追踪一次 那追踪如果说一切都很稳固 那现在国际上或者是我们团队自己在追踪 都可以拉到一年定期追踪一次 另外如果家中有主动脉瘤 或是抽烟高血脂的人 苏大为医师也建议提早进行筛检 寻求专业医师诊断 黑友健康江后伦理指寒特别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提赔 此 dynamic 实际話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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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